哥罗西书 哥罗西书第一章 奉神旨意 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和兄弟提摩泰 写信给哥罗西的圣徒 在基督里有忠心的弟兄 愿恩惠 平安 从神我们的父归于你们 我们感谢神 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 常常为你们祷告 因听见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 并向众圣徒的爱心 是为那给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 这盼望就是你们从前在福音真理的道上所听见的 这福音传到你们那里 也传到普天之下 并且结果增长 如同在你们中间 自从你们听见福音 真知道神恩惠的日子一样 正如你们从我们所亲爱 一同做仆人的以巴伏所学的 他为我们做了基督忠心的执事 也把你们因圣灵所存的爱心告诉了我们 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 也就为你们不住地祷告祈求 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物性上 满心知道神的旨意 好叫你们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 凡是蒙他喜悦 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 渐渐地多知道神 照他荣耀的全能 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 好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地忍耐宽容 又感谢父 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德基业 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 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 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 罪过得以赦免 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 是守生的 在一切被造的以前 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 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 能看见的 不能看见的 或是有位的 主治的 执政的 掌权的 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 又是为他造的 他在万有之心 万有也靠他而立 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 他是原始 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 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 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 在他里面居住 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 成就了和平 便借着他叫万有 无论是地上的 天上的 都与自己和好了 你们从前与神隔绝 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 但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 叫你们与自己和好 都成了圣洁 没有瑕疵 无可责备 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 只要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横心 根基稳固 坚定不移 不知被引动 失去福音的盼望 这福音就是你们所听过的 也是传于普天下万人听的 我保罗也做了这福音的执事 现在我为你们受苦 道绝欢乐 并且为基督的身体 就是为教会 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 患难的缺陷 我照神为你们所赐我的职份 做了教会的执事 要把神的道理传得全备 这道理就是历世历代 所隐藏的奥秘 但如今向他的圣徒显明了 神愿意叫他们知道 这奥秘在外邦人中 有何等丰盛的荣耀 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 成了有荣耀的盼望 我们传扬他 是用诸般的智慧 劝戒个人 教导个人 要把个人在基督里 完完全全地 引到神面前 我也为此劳苦 照着他在我里面 运用的大能尽心竭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